记者张义成宜兰报道,斯瓦冷泉个人贪污及大众持目前委外经营,合约至今年12月31日指,由于明年冷泉委外权利金的岁入预算被证明代表会删除,镇公所决定在合约期满后将冷泉收回自营。 镇长陈精灵指出,评估贪污及人力,未来个人贪污收费将调整,预估会低于现有收费,对游客将是一大福音。 斯瓦冷泉宿有天下第一齐全美称冷泉公园的个人贪污,从公园完工以来军委外经营,大众持业者收取全票70元,半票40元。 斯瓦证明平日入园免费,假日采半价计费,独立贪污每间基本消费200元,并依使用人数每间最高收取600元费用。 但今年镇公所送审明年度岁入预算冷泉公园委外权利金400万元,被证明代表会删除。 代表会主席张正义说,删除预算是希望公所能收回自营,不在委外。 陈精灵指出,未来公所收回自营后,贪污及大众持将回归苏澳镇冷泉风景区管理自治条例规定来订定收费内容。 依照该管理条例内容,大众持收费标准为全票70元,半票40元。 浴池间,烫污,门票每间150元,两人以上每人收费100元,阿里市细冷泉则是全票70元,半票40元。 陈精灵指出,该条例订定许久收费标准多年未调考量纪念物价涨幅级。 所需管理人力公所正研议修正条例内容调整贪污及大众持收费维持冷泉正常营运。 据了解,未来个人贪污收费拟修正至每人150元,至于大众持则计划计划让民众免费体验。 若依照暂定的修正内容降略低于现有委外收费标准,对游客将是一大福音。 政工所强调,收费标准还在讨论,需本代表会同意后才能定案。 另外,收回资营后还得聘请人力及整修设施,预计会暂时必源,最快明年4月重新开幕。